大家好 歡迎回到科技新G 繼續跟大家更新的《重點科技新聞》 Apple向開發者推送iOS 14.5 Beta版更新 最特別的是只要你戴著Apple Watch和通過認證 就可以用Apple Watch解鎖iPhone 用家都會收到震動提示和通知 讓iPhone用家在戴口罩時都可以解鎖 除此之外都開放了全球雙5G SIM卡功能 支援最新的PS5和Xbox Series X 手掣 還有最近和Facebook鬧得熱哄哄的 App追蹤控制項目與透明度功能 現時的版本目前只是針對開發者推出 預計3月份將會正式推出iOS 14.5的版本 Apple的新私隱政策速勢代化 即是iOS 14.5已經有的App追蹤控制項目 使用家自行決定是否容許電話App追蹤用戶活動 Facebook CEO朱克伯格最近在發表財報時說 蘋果對Facebook的業務構成重大的威脅 質疑Apple是用保護私隱為由打壓競爭對手 更批評Apple的iMessage沒有端對端加密 及後Apple的CEO添曲反擊 一些靠誤導用戶和榨取數據發展的企業 絕對不值得稱讚 應該要全面改革 暗指Facebook等平台為了流量 收集過多的用戶個人資訊去投放廣告 最近更有外媒報導Facebook正籌備 對Apple發起反壟斷訴訟 指蘋果已犧牲App開發者及中小企業的利益獲利 畢竟現代人都越來越關注私隱問題 相信Facebook都很難扭轉現在的局面 Canon 本身在尖沙咀的數碼影像坊 最近搬到往國新世紀廣場重開 大家又可以去讀器室試機繼續給些器材讀到 新Showroom 佔地最多的是各款影像產品 目前主打的RF模反系列就在最近大門的位置 整個系列的RF模反相機及鏡頭都有齊 包括最新的EOS R5 R6 想一次過試機試鏡都沒問題 他還特別畫了一個叫做The Square 的區域 可以給會員租用拍攝及舉辦其他活動 除了有燈光設備外 還有投影機及直播器材等等 甚至可以直接借用器材 目前The Square 就展出了一系列的R5和R6的攝影作品 Showroom 還有一個直播房 可以給用家使用不同的相機 了解在直播時的表現 甚至可以直接借用場地 場地以一整排窗罐穿 景觀開揚 試機就不怕無景影了 疫情期間 行山露營變成熱門活動 怎少一隻防水防塵的Portable喇叭呢 這隻JBL GO3 尺寸迷你 只有手掌這麼大 最特別的是它具備IP67防塵防水規格 可以浸在1米的水深大約30分鐘 戶外活動就不用就住就住 GO3 機身小小 但想不到個聲量都幾夠大 而且低音表現澎湃 不過提提大家 露營附近如果有人的話 就不要開到太大聲 以免影響其他人 這隻JBL GO3 售價只299元 倒船幾大玩 先是Social Media MiV 和Signal在香港興起 最近另一個平台 Clubhouse 都在香港爆紅 Clubhouse 和其他Social Media不同 並不是用文字和圖片做主導 而是一個互動版的電台 用聲音做主軸 用家可以隨時開麥克風做 broadcast 邀請朋友一起主持 聽眾甚至可以加入討論 Tesla CEO Elon Musk 早前的直播房間 就迫爆了上限的5,000人 有趣的是 Clubhouse 目前仍在 Beta 階段 所以只在 iOS 平台上架 而且必須要有朋友邀請 或者申請帳號之後 等有帳號的朋友確認 才會正式註冊加入 今集的科技商主義來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下小鈴鐺 小鈴鐺 fare las 廣s 至少都不客氣 oni 8 到